不用烹射也可以做出透明史莱姆吗 我们来做实验吧 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个碗还有搅拌棒 之后呢再把碗里面装姜蒲还有水 分量是1比1哦 之后呢我们就不停的搅拌直到它融在一起为止 最重要的步骤来咯 加入空心心基地 史莱姆就会重新是真的吗 我们来试试吧 会不会成功的很紧张啊 还有加入蛮多的 就是一次要加到完全看不到水的状况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哦 开始用力的搅拌吧 直到它融在一起为止 这个时候呢应该会慢慢成型的 可是好像变碎了 这时候应该会变黏的 没有关系我们再加多一点 希望它会成型哦 建议你们在室外做室内做的气味其实很大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就不停的搅拌搅拌 可是它好像还是还没有成型 所以我最终还是失败了 没有关系 我们用传统的方法加入我们的棚沙水 然后让它成型 我想要看一下它成型后的白色会不会消掉 因为它希望它会消掉 然后变成透明的史莱姆 现在呢我们就完成啦 等它消泡 消泡的时候记得把一个盖盖在上面 不然会干掉 就现在呢就是我消泡后的样子啦 馒头的 开始享受我的 嗯 搓史莱坞的声音吧 跟着我更佳契 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 记得追踪我的instagram 可以看到更多的史莱姆影片 还有记得按赞并且分享出去这个影片 还有留言你们最喜欢看到什么史莱姆的影片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